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们在买除了必需品以外的东西 他们也会比较愿意花这个钱 三年前看好台积电扩厂带来的人口红利 五个大男生选在邻近南科的联坛里创业 主打那一吃不甜腻的古早味蛋糕 如今已是IG热门打卡地点 刚开的时候 这一排我们是第一间 很多都是投资客买的房子在这边 但是房子是空的 后面几年开始看到的变化就是 人口开始真的住进来 然后即使是投资客 他的房子也会租出去给南科的工程师 也是因为这样子需求也变大 周围的一些店家也开始变多 一大片橘色斜瓦屋顶 坐有绿地和湖景 空中看不到一根电线 形成优美接阔 美食社区是连坛里最有特色的建筑风格 里名超过八成是台积电人 2022年综合所的中位数达166.5万 连续六年高居六都最富里 科技新贵在这成家立业 人口数从三千多暴增到六千多人 也是全台南生育率最高的里 生育率大部分都是来南科上班的 所以年龄层大会落在三十到四十五岁这中间 或者是说由竹科直接搬下来南科这边 举家迁移 快速的发展大概是在这近十年当中 那十年前可能一坪的房价 可能在十万出头 那以现在附近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房价 可能来到了一坪大概四十万上下都有 这边的话是我们在LM特区的 一个两房的格局的一个标的屋 因为它是中古屋的大楼 本交价格会没落在三十三三十五万左右 所以中古屋的话它一直紧追着新城屋栽培 南科议题带动房市 所在的三个行政区五年内房价涨幅已安定区最高 达百分之八十八点二 周边土地也跟着镀金 碳台积电十八厂紧隔一条马路 占地一千两百坪的土地 地主开价八千万 当地有个都市传说 南科特定区周边 不少农民靠卖地便亿万富翁 以前早期来讲的话 一坪土地应该都是不到一万块钱 甚至几千块钱都有可能 那现在目前行情可能 有机会在今年或明年会超过十万块钱左右 南科磁吸效应带来人潮 前潮 连台里出现全台南第一间大型复合式超商 结合书店 美妆 咖啡厅 连锁健身品牌也在上化区打造三层楼 近千坪运动空间 短短几年高楼大厦取代农田 平房 南科周边小镇大翻身 科技新富聚落逐渐成型 东森 彩天室文 杨教姐余齐 台南报道